笨蛋 谁让你答应那家伙承诺的 你被骗了 老师 林心看上去挺真诚的 而且他给我的丹药确实很不错啊 你这孩子还是太小了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获得钱残机会不大 答应他也无所谓 龙浩尘没有吭声 但他清楚自己当时确实有这种想法 你啊你 让我说你什么好 他既然有洞察术 就一定看出了你的年龄和修为 你才十四岁 这一届不行 难道下一届还冲不上前餐吗 我敢肯定 那小子一定不超过二十岁 也能再参加下一届选拔赛 而且他的魔法水平 恐怕不只是差那么简单 对不起老师 我错了 算了 都已经答应了 还能怎么办呢 大丈夫一诺千金 怕他给你的丹药 给我看看 龙浩尘赶紧地将三种丹药和那大理丸 都从勿往我戒指中取出来 递给了丹药 嗯 这小子倒是有点良心呢 这可都是四节他要 这几瓶夹起来 恐怕十万金币都买不下来吧 如果真的都是他练制的 就算魔法差点 倒也可以做你的队友了 说好吧 这两天再努力一下 我给你定制的目标很简单 进入决赛 猎魔团选拔赛是没有任何观众的 因为未来猎魔团的成员全部要面对魔祖 他们的资料必须保密 因此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虽然知道有这样的盛会 却根本不知道过程和结果 龙浩尘的号牌是97号 倒是和他的先天内灵力数字一样 离心是98号 比赛的日子终于到了 一大早 叶华就带着两人来到圣蒙大试炼场 整座大试炼场在建设之时 便考虑到六大圣殿 因此里边的六座试炼场 也分别属于六大圣殿 龙浩尘他们凭借号牌 直接来到骑士试炼场报道 叶华身为他们的老师 出使了浩岳城 执政官给予的介绍信函 以及浩岳骑士分店的确认函 可以陪同进入 当然 每座城市 每一个职业 只能来一名市长 昨天报道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古灵检测 因此今天检验号牌后 他们便可以直接入场 叶华兄 我们又见面了 你最好祈祷你儿子 不要碰上号尘 应该担心的是你才对 还有 把你的脸洗干净了 以免到时候弄脏我的手 你 鬼影的脸上怒气涌现 险些就要发作 叶华已经带着龙好尘 和李欣走了进去 圣蒙打试炼场 并不是露天的 每一座试炼场上方 二十丈处都有着一个巨大的穹顶 将下方直径宽大三百米的试炼场 笼罩在内 如果从天空俯瞰 就能看到下方的圣蒙打试炼场 呈现为六个巨大的半圆形凸气 一进入骑士试炼场 那浓郁的魔法元素波动 便是扑灭而来 这里的魔法元素 似乎已经接近了十只一半 虽说没有攻击性 却给人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 上方的穹顶隐约能看到一个个巨大的魔法符号 复杂的魔法阵随处可见 显然是有着不同的功用 试炼场中央 乃是一个直径两百米的巨大广场 地面上铺着黄土 据说黄土下面同样是有大魔法阵的存在 不论是黄土被破坏成什么样子 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 而广场的周围是一圈砍台 其中一座最高的砍台是格外突出 那是试炼场的主席台 好浓郁的元素波动 这大试炼场内的魔法阵 足可以承受九阶职业者的攻击 元素波动怎能不激烈 在试炼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 他们来到了选手区就坐 此时已经来了很多人 参赛选手们都是一身容装 一个个英气逼人 时间不长 试炼场的穹顶突然亮了起来 一圈巨大的金色光晕 从穹顶处扩散开来 因为这里没有观众 所以试炼场周围显得有些空旷 但是主席台上已经来了十几个人 只不过座台太高 所以从下面很难看到上面的情况 此时一个凶魂的声音 从主席台上响了起来 报道结束 叶摩团选八赛出赛正式开始 广各城参赛者努力比拼 比赛规则 不得故意伤残对手 如一方致死 另一方也叛覆 经济追究所在城市分店责任 出赛全部为淘汰赛 今日进行第一轮 报道138人 四名五阶参赛者前两轮轮空 抽签开始 所有选手做好准备 也不知道这试炼场 是如何进行操控的 空中穹顶中央 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球 徐徐出现 紧接着光球之上 开始有大量的数字 闪耀起来 李欣难难地道 这么有名的猎魔团选拔赛 居然如此简单啊 也没有个开幕式什么的 这是选拔闲能的比赛 不是作秀 要一试干什么 一百三十多人参赛 第一天就要进行超过六十场 时间浪费了 要什么时候才能比完 第一场 二十九号对九十七号 双方入场 实习未曾入场者 叛赴 正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天空中那金色的光球上 闪烁的数字 骤然停下 两个硕大的数字 化成了光晕 射在了半空之中 九十七号 龙好尘的心中一惊 这不正是自己吗 叶华和李欣 也同时吓了一跳 谁也没想到 龙好尘竟然是第一个 就被抽中了 周围的其他参赛选手们 不予而同的 把目光 投向了 这个看上去 如此年轻 却帅得 一塌糊涂的 龙好尘 叶华 已经是反应过来 赶紧说道 沉着应对 稳扎稳打 嗯 龙好尘应了一声 不敢怠慢 已经是大踏步的 走了出去 顺着阶梯而下 步入了比赛场地中 龙好尘的对手 是一名身穿 全身银色铠甲的青年 看上去 二十岁左右的样子 和他一样 也是守护起尸 左手盾牌 右手重剑 伴随着两人的出场 一名身着白色 浸装的中年人 也随之步入场地 显然是此战的裁判 没有过多的废话 当两人在场地中央 距离五十米左右 站定之后 裁判大喝一声 比赛开始 不得伤散对手 以防认输 或失去战斗能力 则为负 伴随着裁判的宣布 一层金色光照 从比赛场地周围涌起 将场地与周围的看台隔绝开来 就在龙好尘即将开始 他猎魔团选拔赛第一场战斗的时候 在那另外一个空间 起黑 这是一个起黑的世界 狂风四季 天空中紫色的月亮 散发着摇曳的光彩 大体军力 随处可见 奔涌的岩浆 和充满剧毒的毒气 一个深邃的山洞之中 浩月静静地匍匐在那里 小光和小火的眼中 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在他们的面前 那颗花了一万金笔 买来的石球 此时已经是裂开了一道缝隙 一丝丝青色光滑 正从石球内不断地蔓延而出 小光和小火不断地坐着深呼吸 将这些青色的光滑吞入腹中 他们背上的三道紫色光纹 也在不断闪耀 身上散发着充满暴力的血腥气息 四肢利兆也是狠狠地 抠在了地面之上 透过石球上的裂缝 能够看到 里边似乎是有着一颗青色的球体 球体表面居然呈现为鳞片之状 伴随着青光闪烁 能够隐约地看到 里边似乎是有着一个细般的身躯 而就是这么一个青色球体 却散发着无形的威严 那竟然是龙威 如果让林心看到石球内的这颗青色球体 恐怕他会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眼前这个东西赫然是一颗龙丹呢 七阶丹要龙丹 龙族的数量可是极为稀少的 但是每一头真正的巨龙 至少都是八级以上的强者 最强大的龙王更是达到了十级 那可是相当于人类的九阶强者 困扰龙族最大的问题便是生育了 他们往往千年才有一次孕育后代的机会 而龙丹之所以罕见也与此有关 因为龙丹就是未能卵化的龙丹 经过千年时间吸收天地灵气而成 龙族诞生后代是那么的困难 可想而知 他们对自己的龙丹有多么的真爱了 所以能够结成龙丹的龙丹 实在是太稀有了 论稀罕程度甚至还要超过一些八戒丹药 龙丹对人类和魔兽都有用 人类如果服用了 那么便直接拥有一定的龙族血脉 内外灵力至少暴涨三百 而且外灵力的修炼上限将提升到五千 服用一枚龙丹就相当于是拥有了 至少修炼到七阶的潜力 而魔兽想要服用龙丹 那要求就高得多了 首先必须要有龙族血统才能消化龙丹 其次修为不能低于六级 这样服用后才能促进其进化 有进化一级的强大功效 浩月此时在吸收吞吐的 正是龙丹散发出的灵气 而且看他的样子 似乎根本不怕龙丹丹里有任何的反噬 小光的口中发出了一声低隐 小火看着他略微地点点头 淡淡的紫光从他们头顶处冒了起来 竟是各自缓缓地生出了一只紫色的独角来 他们略微向前 头上的独角同时前顶 啪的一声 已经是响入了龙丹外那坚硬的尸壳之中 随后是双头连动 时刻在他们那紫色独角下 竟然是如同豆腐一般脆弱 一会儿的功夫 一刻有着龙临外表的碧绿色龙丹 已经是显露了出来 小光和小火的眼眸 在这一刻是全都变了 由原本的金色和红色 瞬间变成了深沉的紫色 抬起了头 遥望着远方 他们在思念着另外一个世界的伙伴 随后 小光猛然低下脑袋 张开大嘴 一口就将那青色的龙丹吞入了腹中 只是刹那近 浓烈的青光火焰 已经从他们身上升腾起来 小光一侧的脖子处凸起剧烈的蠕动 浓烈的洪荒之味 呈爆发式奔涌而出 猎魔团选拔赛 骑士圣殿初赛第一场 身为97号的龙好尘 对阵29号的青年骑士 伴随着裁判一声宣布 这场比赛已经是正式开始 身穿银色铠甲的29号骑士 听到裁判开始的声响后 毫不犹豫地站在原地 手中画出了一道道金光 召唤自己的坐骑 能够参加猎魔团选拔赛的骑士 必然是20岁以前就能突破三界的 所以他们也都有前往骑士圣山的经历 而另一边的龙好尘 却是做出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行动 他宛如一个钉子一般 站立在那儿 并没有召唤做骑 左手盾牌护在胸前 右手中间斜指地面 围绕着他身体周围 一圈金色光武升腾而起 光武鸟鸟停停 向上盘升 看起来极为的奇 守护骑士 承接骑士通用技能 叙事 看到这个技能 哪怕是主席台上的大人物们 也是不禁发出了一连串的轻疑之声 因为叙事这个技能并不属于四界范畴 是五界大地骑士或者天空骑士才能学习的 伴随着身体周围的光武升腾 龙好尘手中的光药之盾和光剑都亮了起来 浓郁的灵力波动持续攀升 在那金色光物的眼影之下 他整个人就像是金子铸造的一般 参赛者休息区内 叶华眼中也是流露出了一次惊议 这个技能可没有教过龙好尘哪 准确的来说 就算是身为大骑士的他 也并不会这个技能 叙事不是任何骑士都能掌握的普通技能 而是骑士圣殿的秘技之一 此时龙好尘的对手 已经召唤出自己的坐骑 一匹通体雪白 四体如雪的骏马 这是四级魔手雪灵马 雪灵马本身最大的特点 便是速度 奔跑如飞 并且具备两个兵属性的天赋技能 在四级魔手中属于高洁的存在 29号 一看到龙好尘这边身体周围光武升腾 也是愣了一下 这什么技能啊 他根本就不认识龙好尘此时所用的能力 叙事技能在骑士密技中属于较为激烈的一种了 你们呀 就算是骑士积攒够一定的功勋 也很少有人会选择学习这个技能 面对自己不认识的技能 这位29号自然是十分紧身 他弹身而起 跨上了雪灵马 却没有在第一时间朝着龙好尘冲过去 雪灵马四体翻飞 朝着侧面绕去 龙好尘仿佛根本没有注意他一般 站在那里依然是移动不动 甚至连转身的动作都没有 只是身上的金光依旧在持续增强 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 29号便已经绕到了龙好尘的侧面 眼看对手甚至都不曾移动 一种强烈的不安 瞬间从心中升起 终于是选择了冲锋 雪灵马脚下仿佛是散发出了 一种淡淡的白雾 速度骤然大增 就像是一道白光一般 从侧面直奔龙好尘冲去 29号手冲重剑扬起 信念光环 守护恩赐 先后施加在自己身上 同时手中的重剑也亮了起来 金光闪耀 剑锋之上 灵力吞吐不定 彰显着他四肩的修为 眼看着 他距离龙好尘只有不到十米了 跨下的雪灵马 突然是向侧面偏转 在距离龙好尘 还有五米的位置时 就改变了方向 他手中的重剑凌空展出 一道光阵从剑风上激发 正是光斩剑 指本龙好尘的身侧劈去 因为不知道龙好尘使用的是什么技能 出于谨慎考虑 这位29号骑士 先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 不过就算是试探性的进攻 他也将自己的优势 是尽可能的发挥出来 雪灵马脚下雾气奔涌 同时朝着龙好尘飘去 这是雪灵马的天赋技能 兵屋 有降低对手速度 同时降低对手攻击的作用 这如果遇到了 秀为更低的对手 甚至可以把对方直接动交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之前 一直静力不动的龙好尘 终于是有了动作了 他半转身横顿 当的一声响 光斩便狠狠地披在了 龙好尘手中的光药之盾上 一层金光 瞬间闪耀在龙好尘的身上 神域格导 几乎只是下一秒 龙好尘 那已经完全渲染成 灿金色的光剑 便斩了出去 同样也是光斩剑 同样的技能 在不同人的手中用出来 这效果 却是完全不同的 29号起始 批出的光斩剑 也只是呈现为淡金色 这也是一般光斩剑 所能发挥出的正常颜色 可是龙好尘的这一剑 斩出的 却是惨金色呀 惨金色的光阵 更是比之前对手的光斩剑 打出了一倍有余 身前的兵武 就像是被丛中刨开一般 顺着龙好尘身体两侧划开 惨金色的光阵 计算的角度 也是妙道豪颠 正好是雪灵马 必经之路 29号打净失色 身形向下一伏 便朝着那惨金色的光阵挡去 对于骑士来说 做其伙伴 就是他们的第二生命 眼看着龙好尘的光斩剑 远不是他认知的那样 他怎会感觉不到危机啊 砰的一声 盾牌连带着29号的手臂 狠狠地砸在了雪灵马的颈侧 雪灵马悲鸣一声 原本前冲的身体一歪 顿时向着侧面先倒 29号 这一挡已经是全力以赴了 他呢 也不愧为能够参加 猎魔团选拔赛的精英 关键时刻还来得及用出一个圣光沁盾 但是龙好尘这一剑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已经完全超出了光斩剑的范畴 圣光沁盾瞬间破灭 29号的盾牌本身也出现了大片的军力 连带着他自己也是一口鲜血喷出 冲锋 龙好尘充分展示出了什么叫做 颈弱处子 动弱脱兔的精髓 全力冲锋 宛如一道金色闪电般冲向对手 雪灵马确实神聚 在眼前这种情况下 依然勉强稳定着自己的身体 亮枪着向前抢出几步 虽说身体已经倾斜了 但终究是没有直接倒下去 可惜在这个时候龙好尘却到了 盾挡冲撞 29号手中的重剑批出 试图抵挡龙好尘 可是刚才那一下他已经是受了伤 持有盾牌的左臂更是完全的麻木 大幅度的影响了他的攻击力的发挥 枪的一声 重剑被光耀之盾挡得扬起 紧接着光耀之盾 便狠狠地撞在了雪灵马的侧面 砰的一声 雪灵马连带着29号骑士轰然倒地 因为冲势 甚至还向前划出树密 龙好尘借助冲撞的反冲力 脚下一停 改变方向 身形闪烁间就来到了对手面前 重剑前指 点在了对方胸开身上 29号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呆滞了 雪灵马倒在地上 加上之前的撞击受了一些轻伤 更重要的是 他的主人已经没有半分的反抗之力了 29号之所以呆滞 是因为他从没有想过自己 竟然会如此快速的就败了 而且对手还是一个看上去 明显比自己小上很多的少年 更令他无法接受的是 对方甚至连坐骑都没有召唤出 这场比赛便结束了 第一场 97号胜 29号 出局 裁判不知道 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两人近前 沉生做出了裁决 龙好尘收剪而立 向29号和裁判 分别行了一个骑士礼后 这才是向着休息区走去 这场比赛从开始到结束 前后一共不到一分钟 很多观战的参赛骑士们 甚至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 比赛便结束了 容貌俊美 看上去年龄却很小的龙好尘 完胜 当他走回休息区时 那些骑士们注视着他的目光 已经是有了明显的变化 主席台上端坐的十几个人中 坐在最中央的一名老者 点了点头 这孩子不错 只是不知道他的坐迹是什么 他手上似乎带着传承之环 看来这一届的选拔赛有看头了 那几个五届的小家伙还没出场 这让我们看到了叙事和神域格党 有点意思 技能不是关键 关键在冷静 从比赛开始那一刻 97号这孩子就已经在算计对手了 那29号估计连叙事技能都不认识 否则他也不会没在第一时间发起攻击 即使这个技能积攒灵力的时间越长 规力也就越大 不过却只有一级之力而已 还必须是在结束叙事的三秒内几处 否则之前的积蓄灵力就白费了 是啊 这孩子甚至还借助了神域格党 带来的光之复仇 令叙事后的光斩剑威力再提升一个台阶 那一剑已经到了大地骑士 四到五级的攻击力了 看他的样子呀 肯定不到二十岁 我似乎已经看到五年后 咱们骑士圣殿 参加选拔赛的领袖任务了 请问问 那孩子是来自哪座城市的 是 李心眼看龙好尘 奇开得胜 甚至比他自己获得了胜利更加高兴 一把抱住他 就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弄了龙好尘一个大红脸 在他们后面一排坐着的人中 一位中年人 功声应和一声 便悄然离去 你暴露得太早了 就算不使用神域阁挡 那个二十九号 应该也不是你的对手 他的修为 也不会超过四级大骑士 老师 我忘了告诉你 浩月有点事 回他自己的空间去了 啊 浩月不在 这么关键的时候 他怎么反而走了 他不是一直都很黏你的吗 就是为了我跟您提过的那个石球 他似乎很看重那个石球中的东西 带回自己空间去了 难怪你会这样选择了 你是在迷惑对手 让他们不知道你的真正修为如何 在后面的比赛中 还要提防你随时释放出的坐迹 这样也好 没有坐迹 也能更好地锻炼你最深能力 不过 后面的比赛 恐怕就有些艰难了 初赛 甚至比决赛更加残酷 接下来 每一场你的对手 都会变得更强 甚至有可能 面对五阶的对手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老师 我一定会进入前十的 好了 你先回去修炼吧 接下来比赛不用看了 实战经验 是要自己在实战中获得 只是看 没什么用 而且 今天才只是第一天而已 你也不用担心希尔 他有玫瑰独角兽 如果连第一场都撑不过去 我看那蓝胖子 也可以退位了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场中已经开始了 第二场比赛 正像叶华说的那样 因为第一天比赛极多 所以衔接的十分紧密 裁判 还是之前的裁判 龙好臣欠人的 看了李欣一眼后 这才是离开座位 静字返回酒店去了 走出了圣猛打试炼场 龙好臣 长出口气 虽说他刚才 看似圣得很容易 可实际上 他的心中 也是十分的紧张 这一战 不但让他通过了第一轮 同时呢 也给他建立了 一定的信心 今天有些阴天 天空阴沉沉的 似乎随时 都有下雨的可能 龙好臣看了一眼天色 便朝着自己住的 酒店走去 林欣给他的丹药 效果极好 那种每天都能提升 十点内灵力的丹药 他已经吃了死磕了 果然 如丹药上介绍所说 在他每天的修炼中 对内灵力提升 有着极好的作用 可是 对于龙好臣来说 丹药提升的 却并不是 十点内灵力啊 而是更多 至于说 多多少 他不知道 但服用这种丹药后 进行修炼 比他平时修炼 所提升的内灵力 至少 是增加了 一倍以上 就这么几天的时间 再加上之前 击杀碧率 双刀魔所激发的 潜能 龙好臣的内灵力 已经是突破了 1750大棺了 他可以肯定 自己目前是 地地道道的 九级大骑士了 每一等级到了 最后一级的时候 灵力跨度 都是最大的 像四家大骑士 前面九级提升时 都只需要 150点灵力 可到了最后 从九级突破到 打地骑士境界 却是需要 整整 250点灵力的增幅 叶华给龙好臣 制定了目标 他自己呢 也同样给自己 制定了目标 他的目标就是 要努力冲进 决赛的前十 而不是 初赛前十 不过 龙好臣自己 觉得有些可惜 如果浩月在的话 他有信心在决赛中 取得好成绩 但是现在 他却只能 依靠自己了 一边走向酒店 龙好臣一边地 思考着 自己接下来的比赛 该使用什么战术 也正在这一时 他听到了 一种奇怪的声音 龙好臣 下意识地抬头去看 他看到一个人 准确地说 是一名少女 少女有着一头 紫色长发 简单地扎在脑后 脸上戴着 一方黑金 遮住了 自身的相貌 他的双眼 是露在外面的 却呈现着 灰白之色 没有丝毫神采 那怪异的声音 正是他手中的 一根竹掌 敲打在地面上 发出来的 少女的身材 比龙好臣 要矮小一些 甚至显得有些瘦弱 他一边用青竹掌 向前试探着 一边小心翼翼地 前行 看他那样子 似乎是十分的吃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